十字路口 紅色轎車左轉 結果對向執行機車來不及反應 碰得一聲 人在地上翻滾一圈 零件 瞬間噴飛 第一時間二十歲的無姓騎士 馬上站起來 但不知道是不是太痛了 整個人扶著膝蓋 慢慢往地上坐 意外發生在國慶連假的第二天 開車的是十八歲林姓女子 她才剛拿到駕照 行進台中路 中校路口 疑似扭等左轉燈亮起 就搶快左轉 還好對方只有手腳擦錯傷 鬆醫治療 另外在殺戮市區 也有機車危險鬼切 駕駛狂按喇叭 前方雙載機車 看起來是一對阿公阿嬤 根本沒在看路 直接從外側切到快車道 差點就會被撞飛 然後幸好有三十五萬 就直接撞上那一輛機車 結束之後 心裡就是很多的OS跑出來了 驚險畫面PO上網 不少人留言 好像馬路是他們家的一樣 三魂七魄都跑掉了 還好駕駛速度不快 幸運逃過一劫 記者楊盛林雲傑台中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